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chromosome的一些definition 我想各位都很熟悉 那接下來這個文字部分呢 大家也都知道說 haploid是單套的 剛剛講deploid 這邊haploid是單套的部分 那單套部分當然就是23 這個sex chromosome的X跟Y等等這些呢 我想各位都知道 所以我就不多講 那我接下來呢 再正式進入到meiosis的這個detail的時候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life cycle 其中呢life cycle裡面包含了 有所謂的減速分裂的部分 跟受精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要以一個sexual life cycle 來看整個過程 所以我們剛才已經講過說 fertilization呢是讓gamets 就是所謂的egg跟spone結合的過程 成為受精作用 Fertilized egg呢 它又有一個名詞叫做zygo 就是核子的意思 核子就是表示說呢 它是有兩個不同的這個 清代來的這個染色體呢 經由減速分裂呢 分成為單配體 然後合成雙配體 或是雙套的這個過程 稱為zygo 那zygo呢 就會經過了不斷的metosis 就我們剛才在前面12章 所講過的有失分裂的過程呢 形成一個adult 長成一個adult 那這個過程之中呢 當然會經過很多的不同的 不同的這個cycle 也就是說有的是形成配子的過程 有這個產生metosis的過程 那我們就接下來用三個不同的 不同種類的生物呢 它的這個life cycle為例 那第一個當然我們用我們 比較熟悉的human life cycle為例 來講說在整個過程當中 Fleuterization跟meiosis呢 它們分別扮演了什麼樣的 關鍵性的角色 我們剛剛講cell cycle 所以我們講有四個phase 有所謂的checkpoint 在這邊呢 我們講兩個phase 一個叫做受精的過程 一個叫做減速分裂的過程 所以呢 接下來看三個不同的圖裡面呢 只要看到藍色的部分呢 就是屬於單套體的過程 所以是hepeloid的過程 然後如果是下面這個 這個淺的橘色的部分 是屬於這個dipeloid的過程 是屬於這個雙背體的過程 也就是說呢 我們從這個Fleuterization說起 當精卵結合的時候 變成受精卵是一個zygole 它從本來的N變成2N 四十六是人類 然後經過了許許多多的 metosis跟developmental過程 就會變成adult 不管是male跟female 最後在生殖的器官 如果是male的話是在testis female或是在offery呢 它會進行所謂的meiosis 就我們接下來要講的這個 減速分裂呢 它產生配子 如果是male的話 產生sperm female產生egg 所以它是屬於一個N的階段 所以你可以看這個cycle裡面呢 基本上下面這個cycle呢 都是屬於2N的狀態 上面這個藍色部分呢 都是屬於這個N的狀態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看 這個human life cycle 我們就可以用來比較其他的生物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講說 那其他生物是怎麼做的呢 life cycle裡面呢 有很多不同的alternation 這文字部分呢 就回去自己再看 我們來直接看 第二種情形 那第二種情形呢 首先先講的是 剛才還是 應該講說第一種情形 剛才講的是human 那我們要把它放在一個 比較大的scale上面 看其他生物動物植物 來一起比較的話 我們還是先講動物的例子 動物的例子就跟剛才那個human的例子 是一樣的 只是我們把這個過程呢 簡化到幾個非常重要的key component 這key component就是 還是一樣有兩個作用 一個是受精作用 一個是減速分裂 所以在動物裡面呢 絕大多數的動物呢 都是受精 然後有所謂的受精卵 叫zygous 2n 然後經過一連串的mitosis 變成是2n的個體 所以是一個 diploid multicellular organ 就像我們人類一樣 我們是 每一個身體的細胞 都是二倍體 只有生殖細胞是單倍體 所以 我們是以二倍體為主的 多細胞 個體 生物體 然後呢 你的這個生殖細胞呢 會進行meiosis 變成是n的這個結構 然後gamit 不管是母親跟父親 來的兩個n呢 會結合 形成photoalization 所以呢 這個上面這個過程 跟我們剛剛講 human life cycle 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把它簡化成 幾個重要的n跟2 2n跟n的過程 如果你了解之後呢 我們去看看 那其他生物也是如此嗎 有沒有別種 不同的方式存在 然後我們先看 plants跟algae 就是藻類跟一些植物 它其實呢 是有兩個不同的階段 這個不同的階段 我們可以用這張圖來解釋 這張圖來看的話就是 我們前面 從photoalization 也是一樣的 我們知道說 由精子跟卵 兩個n結合變成2n之後的zygoe呢 進行一連串的mitosis 會生長 變成是一個 所謂的 deployed multithelial organ 跟我們人類 或其他動物一樣 我們是屬於 二倍體的這個 多細胞生物 植物呢 也有這種狀態 它叫做 sporophyte 這個字呢 就是植物的意思 所以它是屬於 包子狀的這個狀態 不是包子狀的狀態 應該是講說這個 詞是用來形容說 sporophyte的這個 這個詞 這個turn呢 是用來形容說 這個植物呢 它是屬於二倍體的多細胞 的個體 生物體的狀態 可是植物跟動物呢 或是 食物跟一些algae 與動物剛才講的 不一樣的地方呢 是它也可以存在 單倍體的 multicellular organism 就上面這個 也就是說呢 我們 一般的動物呢 是變成N之後呢 這個N只有出現在 精子跟卵裡面 但是呢 它的N 可以進行mitosis 我們剛才N 是不會進行mitosis 但是在植物 跟一些algae裡面呢 它會進行mitosis 所以變成好多個 單倍體 hepaloid的這個 這個個體 那這個呢 就是稱為叫做 hepaloid multicellular organism 那這個又給它一個名詞 叫做gammetophyte 所以我剛才講phite 是植物的意思 所以它是以gammet的方式存在 但是呢 它是多細胞 但是每一個細胞裡面呢 都是單倍體 這種多細胞 單倍體的這種個體呢 我們就稱為gammetophyte 那這個呢 是在植物裡面呢 會出現的一個情形 那但是呢 它要進行這個fotilization 它當然也要進行 所謂從這個 變成是配置的狀態 可是呢 因為它本來就是n了嘛 所以它就不能夠 進行meiosis 因為它是meiosis 就二分之一n 就不可能這種情形 所以它 它如果要形成配置的話呢 它就是進行mitosis 所以從n 再變成n呢 還是mitosis 所以mitosis之後呢 結合在一起 又變成2n 又回到我們剛才前面的 diploid multicellular organism 所以從這個圖裡面呢 你要去比較的是 剛才那個a呢 是animal cell 所以b呢 胎眼跟son algae呢 它會走不一樣的 這個sexual life cycle 除此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種 第三種型態 叫做fungi 就是所謂的 訓類 就是香菇啊 這一類的這個訓類 還有一些protes 有一些原生生物呢 單細胞生物呢 它會進行另外一種形式 哪一種形式呢 我們可以看 下面這張圖 就是它沒有所謂的2n 剛才講植物 動物是只有2 只有雙背體 diploid multicellular organism 那植物呢 是既可以雙背體 也可以單背體的 multicellular 但是呢 這種fungi 跟這種protes呢 它是沒有 沒有雙背體的這種 multicellular organism 因為它本身就不是 multicellular organism 我講錯了 就是說它的這個整個個體呢 它2n的狀態 只有出現在一種狀態 就是zygo 但是zygo 會立刻的呢 進行meiosis 變成是n 這樣子一個單背體 那這單背體的個體呢 它所有的個體呢 都是hyperloid unicellular 對不起我講錯 因為fungi 其實是多背體 所以它的確呢 是可以出現 hyperloid multicellular organism 但是它絕對不會出現 diploid multicellular organism 換句話說它跟植物不一樣 動物只會走下面這個 只會有下面這個 這個 multicellular 植物呢 是兩邊都可以 那這種fungi 跟potism 是只有上面這種 單背體的 multicellular organism 或者是單背體的 unicellular的這個organism 那所以呢 它一樣呢 因為它已經是n了 所以呢 它要進行gamit的產生的時候 它就不會進行 減速分裂 而是進行有氏分裂產生 n 單背體的這個配置 然後進行filarization之後變成zygote 所以zygote只是一個過渡時期 就像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gamit也是一個過渡時期 但是呢在這個情況之下是不一樣 所以這裡呢 只是透過這種方式來跟大家講說 這三種是不同的life cycle 但是呢 只有 這裡要特別注意 只有diploid cell呢 它會進行meiosis 也就是說 只有原本是雙背體呢 它才會進行meiosis 因為我們待會要講 meiosis就是要把 雙背體變成是單背體 如果它本來就是單背體的話 它形成配置的過程之中呢 它就不會再進行 不會undergo meiosis 所以這是一個 在三個裡面比較 最後就告訴我們說 三種不同的sexual life cycle 這三種不同的cycle 動物是我們比較熟悉的 但是還有其他兩種 各位在想這個sexual life cycle的時候 也要想出 也要去看這兩種不同的alternatives 好 接下來的時間呢 在剩下大概四十幾分鐘時間裡面呢 我們主要 三十幾分鐘時間裡面 我們主要要談的就是meiosis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meiosis它最大的目的呢 就是要讓原本是雙背體的 變成是單背體 它是怎麼做到的呢 它必須要進行所謂的 chromosome的這個separation 讓它原本的這個兩背的呢 變成是一背的 或者是所謂單背體的 所以就像我們剛剛講說 就像mitosis一樣呢 它也是需要經過所謂的DNA replication 它不能夠直接分的 所以它經過DNA replication 所以也就是說 它如果有replicate的話呢 它就變成是double了 那double之後呢 它要變成是單背體的話呢 它就要divide and divide 就是divide twice 所以它所謂的兩次的分裂 這兩次分裂的過程 我們可以把它拆成兩部分來看 一個叫做meiosis 1 另外一個當然就叫meiosis 2 所以meiosis 1跟meiosis 2 是不一樣的 這是為什麼 我們待會兒要去比較 這個metosis跟meiosis的時候 我們要特別去看 到底在meiosis 1 有哪些部分是跟metosis一樣 meiosis 2呢 是跟metosis一樣 所以這接下來 我們就要去比較這些相同跟相異之處 好 這個接下來就是講這個 這個cell division 那這cell division裡面過程之中呢 值得注意在這麼多文字當中 值得注意的只有這兩個term 一個叫做reduction division 一個叫做equational division meiosis 1呢 就像我剛剛講 它最重要的功能呢 就是去將這個同源染色的 就是homologous chromatin 進行分裂 所以呢它是reduction 就是把原本呢是多背體 stubis sorry 是雙背體 就是bipeloid變成是hepeloid 所以它叫做reduction 就是原本的這個 一分為二的過程 讓這個染色體從雙套 變成是單套 所以叫做reduction 第二個meiosis呢 是我剛剛講 是sister chromatin的分離 sister chromatin就是equational 就像是metosis 我們剛剛前面才講過 是複製 原來複製的這個染色體分離 所以這個複製染色體分析呢 是一個equal的分離 所以我們稱為equational的這個division 這個是只是turn 所以待會在看的時候呢 要特別注意 這個meiosis1跟meiosis2 它所分離的染色體呢 是不同的不同性質的 不同的這個染色體的分離 所以這個是特別要注意在 meiosis的過程中 跟mitosis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們用這張圖來很快的看一下說 到底meiosis呢 它基本上呢 做的兩個分離是哪兩個步驟 meiosis1跟meiosis4 分別是哪些 因為我們在看的時候呢 我們在前面講metosis 如果各位有pair tension的話 你會發現說 我們從來不用不同的顏色來標 我們就標一種顏色 紫色的染色體 可是呢 當我們在標這個 有減速分離的時候呢 我們都一定要把它分成是 藍色跟紅色 因為這個染色體呢 是成對 是homologous染色體 那homologous染色體呢 一個一定是從父親來 一個從母親來 所以我們要把它兩個都畫在一起 因為它在分離的時候呢 是必須要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時候的chromosome duplication 是在藍色的藍色體上面呢 它會形成DNA複製 所以sister chromatin 有藍色的部分 有紅色的部分 藍色跟紅色呢 它在進行第一次分離的時候呢 就是我剛剛講 homologous的chromosome要進行分離 所以homologous chromosome separation 是發生在meiosis1的部分 meiosis2的部分呢 則是 剛才說的這個sister chromatin 進行分離 ok 好 我們待會兒會放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 我講反了嗎 我講反了嗎 為什麼那麼好笑 真的嗎 我剛才看到各位在笑 我還以為我講錯了 所以我一直非常專心的 就是因為我太專心 所以我都沒有感覺到 因為我很怕講說 因為我看大家笑一定是我講錯了 可是我一直講說 我覺得我沒有講錯 為什麼大家還是不斷在笑 原來不是我講錯 那就好了 ok 好 那地震已經結束了嗎 ok 好 顯然我是沒有這個sense ok 好 地震結束了 請大家稍安物躁 我們就繼續進行這個 蛤 又來了嗎 好 不要 不要 不要干擾我上課 我們要把它上完 這個很重要的部分 剩下 30分鐘 好 我們待會兒會放一個影片 這影片呢就是要跟大家 來像剛才這個mitosis一樣 介紹一下meiosis 那meiosis因為它有兩次的分裂 所以待會各位要特別注意的是 我剛才講的那個兩個關鍵的這個名詞 一個叫做homologous chromosome 一個叫做sister chromatin homologous chromosome跟sister chromatin 是分別在meiosis1跟meiosis2不同的時期 進行separation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會加深各位的印象 酒温 wrists desperation 酷猩 我們現在開始 vou怎麼拋了 在檢はは 讓讓人 continuous 切成五大約 由於所有 sob防疫重感 分為裂的 27 pesar 由於 з兒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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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BIN FIBER As meiosis begins, a spindle forms and duplicated centrosomes start to migrate toward opposite poles of the cell. Back in the nucleus, the chromosomes are condensing. In meiosis, homologous chromosomes stick together in pairs. The close association of homologous chromosomes allow segments of non-sister chromatids to trade places this recombination of maternal and paternal genetic material is a key feature of meiosis after the spindle forms and the nuclear envelope breaks down microtubules from opposite poles attach to each chromosome of the model atu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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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metaphase 1 the chromosome pairs are positioned in the middle of the cell the next stage begins when homologous chromosomes separate from each other and move toward opposite poles each chromosome still consists of two sister chromatids this cell began meiosis with 46 chromosomes but each daughter cell now has only 23 chromosomes in meiosis 2 microtubules from opposite poles attach to the chromosomes which then move to the center of the cell next the sister chromatids separate becoming full fledged chromosomes that move to opposite poles nuclear envelopes reform and each daughter cell divides into two cells we started with a single diploid cell and now that meiosis is complete we have four haploid cells cells with a single set of chromosomes these haploid cells mature into gametes that can contribute to the next generation ok 好 好 所以呢 大家看完這個story之後呢 都知道說 這個meiosis呢 當然是只發生在 精子生成過程跟卵的生成過程當中 那我們剛才看的這個過程呢 是要讓大家 對這個整個在cell裡面呢 cell裡面呢 它進行這個meiosis 1跟meiosis 2過程當中呢 所發生的一些事件 所以看完這個之後呢 各位可能有一些印象 所以接著呢 我們就用課本上的這個 一張跨頁的圖呢 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我想各位在 在高中的時候也都上過 所以呢 這邊可能也不會講得太詳細 希望各位能夠自己回去看 但在這邊呢 要強調的一件事情就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跟剛才前面的meiosis不同的是 因為呢 進行有減速分裂的時候呢 同源染色 就是我剛剛講的 homologous的這個 comotin 必須要能夠配對在一起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 剛才我們在進行 就是剛才我們在講到 meiosis的時候呢 46個染色底 它是一起排在這個中央去分裂 所以它不用去做這個配對過程 但是meiosis一定要 因為它能夠確保說 最後分成四個dota cell呢 是有兩個來自這個母親 兩個來自父親 所以基本上 他們在做這件事情呢 是要找成對的 這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各位要想想 在細胞核裡面呢 有很多的染色底 當他們condense之後呢 他們要複製 他們要複製之後condense 之後呢 要同源染色底要找到一起 在這麼多染色底 就是你要說 你自己把23個染色底 跟23個染色底丟在一起 然後你要把每一件事情 每一個都配對的話呢 其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這個是為什麼meiosis呢 跟metosis的最大不同在這裡 然後如果各位有興趣看 它前面在講這個 第三個單元叫做Gene的這個section的時候呢 它要訪問一位學者 這個學者呢 他就有提到說 為什麼他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 在human的這個生產過程當中 就是受孕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情形 就會可能不了解說 一般來說10%到20%的懷孕是失敗的 在人類裡面 在很多動物都沒有那麼高的這個失敗率 在人類裡面失敗率很高 其中有一個原因 就是在進行減速分裂的時候呢 它這個配對的過程呢 沒有辦法很好的分開 所以這個配對過程 就是同源染色的配對 其實是在整個進行 有性生殖的這個過程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 詳細的情形 各位有興趣可以看這個interview 這個interview其實是 蠻值得閱讀的一篇文章 好 我剛才有一點離題 我現在回到這個meiosis的部分 meiosis我們剛剛講說分成兩個stage 所以是講meiosis I跟II 所以我們先講meiosis I meiosis I我剛剛也特別強調 是homolycus chromosome要先配對 然後homolycus chromosome要分離 那在分離過程之中呢 為什麼特別用紅色跟藍色來區分呢 除了要特別強調一個是來自母親 一個來自父親 是同源染色體之外 更重要是要強調它有這個遺傳物質的交換 也就是說呢它在配對的過程之中呢 它有一些部分除了我們說一般配對呢 在前面講meiosis II有一個叫做centromere 濁斯力 這個濁斯力呢是要為了 一個接點 這個接點叫做 chiasmata chias就是表示是交叉這個英文字的意思 所以這個地方就表示說 這個染色體 同源染色體 會產生遺傳物質的交換 於是最後你看到真正最後到後來 是有一些部分是藍色 有一些部分是紅色 那mix的這個現象 換句話說 當他形成配子的時候 不會是exactly跟他的父親一模一樣 也不會exactly跟母親一模一樣 而是mix的結果 這個mix的結果 就可以造成遺傳的變異性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剛剛前面 一開始第一節課講說 進行有性生殖的時候 可以增加遺傳變異性 然後可以增加個體 在環境當中的適應性 在演化上來講 這個完全符合 這個達爾文的演化的理論 是需要有這個變異 然後這個變異的產生 需要透過有性生殖才會產生 重點就發生在 進行同源染色體配對的時候 它會產生遺傳物質的交換 那剩下這些有些 detail部分 跟我們剛剛前面講 myosis是一樣 所以我就不講了 所以接下來就是 一些文字敘述的部分 那在文字敘述的部分 就是各位可以自己看 然後有些比較重要的地方 我會跟大家講 稍微講一下 好 那在整個myosis過程 profess1是最重要的時間 因為它佔去90%的時間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什麼同源染色體配對 然後這個染色遺傳物質互換 其實都是myosis裡面 幾個重要的關鍵 那重要關鍵呢 大多發生在前前期 myosis1的前 因為它佔了90%的時間 然後還有一個turn 要跟大家介紹 叫synapses synapses通常我們在講 神經 像我做神經科學的人 我們通常會用synapses 來表示 神經細胞 與神經細胞的接點 叫做突出 但這裡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synapses在這裡是指說 homologous chromosome 它會產生這個pair up 然後它會align gene bygene 這時候就是 它們這兩個不同的 這個同源染色體 會靠在一起 這個靠在一起 就給它們機會 讓它們可以產生互換 所以所謂的crossing over 要先有所謂的接點 就是這些homologous chromosome 要align together gene bygene 所以到時候 這個不同的homologous chromosome 相同allel上面的gene 有機會產生互換 所以synapses就是指這個過程 是它們pair up 把它沉對在一起 讓它們產生 進行下面的這個互換的這個過程 也就是我剛剛講這個crossing over 這個crossing over 是我剛剛也特別強調這個turn 叫做non-sister chromatin 就是一個來自母親 一個來自父親 複製後的這個染色體 但是不同來源 所以叫成為non-sister chromatin the crossing over 這個時候就是exchanger DNA segment 一般來說 一個染色體根據它的大小 有的時候它只會互換一次 有的時候會兩次 三次 所以on average 是一到三次的這個cross over 所以cross over越多呢 表示它互換的這個比例就越多 那形成這個x-shape的region 我們就稱為chasmata的這個位置 然後這個metaphase 下面呢 就因為跟前面講很相似 所以我就不講了 然後進入anaphase 就是往兩邊拉扯 形成兩個dota cell 那這裡過程當中呢 最後要進行所謂的paraphase 跟cytokinesis 因為它進行的 meiosis進行兩次的分裂 所以呢 在一開始進行的時候呢 合膜要打破 所以呢 形成兩個仔細 這個dota cell 然後合膜再生成 然後呢 再生成之後呢 再繼續打破 所以呢 它是產生了好幾次的這個 細胞合膜的這個分裂 合成 合成分裂的這個過程 所以它是不斷在進行 那就如同我們剛才前面講的 metosis一樣 animal cell呢 它是形成clivage 就是所謂形成follow的這個結構 如果是植物細胞的 則形成一個叫cell plate 所以因為植物細胞有細胞B 所以呢 它分裂 就是細胞質分裂的過程呢 跟剛才metosis是一樣的 是在植物跟動物細胞呢 是不太 過程是不太一樣的 好 那我們剛才講說 因為meiosis呢 它是 要進行一次複製兩次分裂 所以呢 它在第一次結束之後呢 它就不會再複製 因為它不能再複製 因為它這樣就沒辦法 最後變成是單套體的這個 這個 的細胞 所以呢 它只會進行一次的duplication 在第二次 進行第二次的 在meiosis II的時候呢 它就不會再進行 所謂的chromosome replication 這就是 接下來我們就要這個 勾輸入這個 meiosis II的這個過程 當然也包含了 prophase II metaphase II 等等 那這過程呢 就是 第二次的分裂 第二次的分裂呢 是剛才講的 System chromatin System chromatin就是我剛才講 像有次分裂一樣呢 是複製染色體 所以我們就說 第一次呢 叫同圓染色體分裂 第二次呢 叫複製染色體分裂 就是 System chromatin的分裂 那這時候呢 因為呢 它已經是 排列在一起了 可是因為這個時候呢 就 這我們待會 最後還會再複習一次 但是我在這邊可以先講就是 其實在這個時候呢 就沒有所謂的 就有所謂的 不對稱性了 換句話說 因為它已經 遺傳物質已經交換了 在 metosis的時候 因為沒有進行 所謂遺傳物質交換 所以 System chromatin是 identical 所以呢 它是 左右 或者是左右互換 都沒有關係 反正它就是要往兩邊走 可是這個時候 就是有差別 因為 它上面所帶的遺傳物質 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是 左邊的跟右邊的 如果互換的話呢 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就不同的 不同的遺傳物質 會走進不同的 dota cell 這也是為什麼 遺傳變異性 會產生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雖然我們說 它是 System chromatin 會排列在 這個metaphase 會排列在中央 可是呢 它已經是 非 identical 所以它的 這個排列方向是有差的 因為如果 排列成相反的方向的話 這個藍色就會到達 右邊 而不會到左邊 所以這個到時候 到底 每一個dota cell 會被傳到 哪一種 染色 這個染色體呢 其實在這個時候呢 已經做了一個決定 因為它排列的方式 它是朝向哪一邊 它最後就會獲得 哪一種遺傳物質 所以這時候呢 告訴我們說 meiosis 其實跟 mitosis 在第二 第二時期 在 meiosis II的時候呢 雖然它跟 mitosis 一樣的是 屬於 複製染色體分離 但是這個時候的 複製染色體 已經跟前面的 mitosis 不一樣 因為呢 它的 染色的 體上面的一些遺傳物質 已經進行交換了 跟 前面的 mitosis呢 是沒有交換 是不一樣的 好 後面就是文字的部分呢 跟 因為跟 mitosis 非常 非常接近了 我就不多講 好 我看一下 好 所以呢 就是最後呢 each dota cell呢 它就是 會有 genetically distinct distinct 這個字就是 不同的意思 different的意思 換句話說 我們剛剛講說 進行 mitosis 一分為二的時候呢 是每一個 dota 是identical genetic material 那這邊我們講 進行 meiosis 就是進行 減速分裂之後呢 每一個 有四個 dota cell 每一個 dota cell 它是 genetically distinct 也就是 genetically different from 其他的細胞 所以 這四個 dota cell 都是不一樣的 那這四個不一樣的細胞 最後是 哪一個精子 會哪一個軟結合呢 形成配質呢 形成這個核子呢 那這個過程呢 當然就會造成很多的遺傳變異性 這也是為什麼我剛才 一開頭就講說 所謂的遺傳 其實是 它的這個遺傳物質是遺傳 但是呢 它的 它的整個物質呢 其實會經過一些改變 所以它不會是跟 清淡一模一樣的 雖然很相似 但是不會一模一樣 就是有這個原因在 好 接下來呢 我們接下來的時間裡面呢 我們要做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講剛才的遺傳變異性 是最後一個主題 在講到最後一個主題之前呢 我們要先講 比較 mitosis跟 meiosis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mitosis是一個很重要的 cell cycle的過程 那 meiosis呢 要形成這個配子 要從雙背體 變成是單背體 那我們就來比一比說 這裡面過程有什麼差別 這是文字敘述的部分呢 大家回去可以一起自己複習 那接下來我們要用 課本13-9這個table呢 這個 figure呢 來跟大家解釋 因為這個 figure呢 是很關鍵的 如果你understand mitosis 跟 meiosis的不同 你應該有辦法 compare contrast 之間的 similarity 跟 difference 我們看左邊這個 mitosis的部分 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 mitosis在畫的時候呢 通常我們都不把 紅色跟藍色分開來畫 可是呢 為了要去比較說 我們也把它分成 同樣的方式來畫 就是有紅色的部分跟藍色 紅色是從母親來假設 藍色是從父親來的 所以它有 同源染色體 也有 複製的 所謂的 sister chromatin 然後這時候 在metaphase的時候 很有趣 這是一個很大的不同 在metaphase的時候呢 它排列的時候 它不用 找互相的同源染色體 就是 homagus的chromosol呢 不用配對 可是你可以看 在 meiosis的metaphase1的時候呢 它同源染色體要配對 這是第一個不同 非常大的不同 而且這個不同呢 決定了後面的所有的事情 因為呢 它沒有呈配對的現象 所以最後分裂呢 就變成兩個2N 所以它跟這個 這個paren cell呢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它們的 染色 異酸物質是一樣的 可是呢 在進行 所謂的meiosis的時候 我們剛剛前面有交代過 就是 它的這個同源染色體要配對 配對之後呢 因為它會形成synapsis 所以它會互換 當互換material之後呢 就會有一些是紅色 有些是藍色 所以在進行到這個 第一半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上面呢 其實 這兩個dota cell 已經是不同了 我們剛剛前面講過說 這兩個dota cell是一樣的 可是這兩個dota cell 是不一樣的 那這兩個dota cell 不一樣 再分下去 四個dota cell的stage呢 當然也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沒有一個 是identical的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遺傳 在遺傳過程之中呢 會有這個 氫代跟紫代不完全一樣 雖然它的基因是一樣 但是它最後 不一樣的原因呢 就是 這是第一個原因啦 但是這個原因 可以告訴我們說呢 在進行複製 在進行這個 有減速分裂的時候呢 因為出現同源染色體配對 然後互換基因的結果呢 最後在meiosis結束的時候呢 它會出現四個 不一樣的dota cell 那這個是出現四個 兩個一樣的dota cell 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呢 大家都知道就是 這個 進行有式分裂丸呢 它還是 deployed 還是雙背體 那如果進行 減速分裂丸呢 它的這個每一個 dota cell呢 只剩下單背體 這就是很顯而易見的一個事實 那下面這個table呢 是summary 就是就是 上面這個圖是幫助各位 去瞭解這個過程 那下面這個圖呢 是幫助 下面這個table呢 是幫助各位呢 根據 一二三四五 五個不同的特性去看 去比較 mitosis跟meiosis的不同 比如我們來看 DNA duplication 兩個都要發生 但是呢 這個meiosis也是發生一次 mitosis也是發生一次 duplication只會發生一次 並不會發生兩次 然後numbered division呢 mitosis是一次 meiosis要分裂兩次 那接下來是 synapsis of homologous chromosome 就是我剛剛講 童韵染色體要成對 在mitosis不用 但是呢 在meiosis要 而且呢 會進行這個遺傳物質的交換 第四個呢 是number of daughter cells of genetic composition 也就是說呢 它到底會產生幾個 那mitosis 我們剛剛講 會產生兩個 而且呢 是identical 這個會產生四個 而且是完全不一樣 第五個呢 是在動物的身體裡面的角色 那我們都知道 mitosis呢 它作用的方式呢 就是它的功能呢 就是可以進行 無性生殖啊 或是受傷啊 剛才前面那段影片 受傷的時候再生啊 或是一些生長所需 那meiosis當然是 為了有性生殖 要產生配置所需 所以這兩個 所以這兩個 這一個圖跟上面 上面這個圖跟這個table呢 是各位 在複習mitosis跟meiosis 有非常關鍵的一個 一個figure 所以一定要了解 好 接下來我們就是 根據剛才那個三個 剛才上面的這個figure跟table呢 我們可以稍微整理一下說 到底meiosis有什麼unique unique就是獨特之處 我們對於meiosis呢 去研究的時候呢 它有三個event是非常unique的 而這三個event呢 三個unique event呢 都跟meiosis1有關 所以你可以知道 meiosis1呢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它跟mitosis是非常不同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 要同學染色裡配對 所以呢它會形成crossing over 第二個呢就是 它在配對的時候呢 這個形成的這個 在metaphase1的時候呢 它是形成tetra tetra就是四個意思 就是tetra這個字就是 形成四個東西結合在一起 因為它必須要同學染色的配對 又有system chromatin 所以它是基本上是 四個染色體在一起 然後呢排列在這個 metaphase的中央的位置 然後第三個uniqueness呢 就是在enaphase1 也就是它最後 在分裂的過程的時候呢 是homologous chromosome呢 它會進行分離 而不是system chromatin 所以如果你了解這三個之後呢 你回去思考一下 mitosis跟myosis的不同呢 你就很容易區分 它們之間的uniqueness 那寫下來後面 這個我就不講了 因為後面這邊 基本上就是把我剛才前面 講過的部分呢 用文字的方式去整理 然後這些文字的整理呢 跟後面前面 前面講到的這個table呢 是有密切的關係 好 那我們現在用一個實驗 來跟大家再講一次說 到底是怎麼進行的 就是我剛剛特別強調說 進行減速分裂呢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跟有事分裂不同 就是同源染色的要配對 homologous chromosome 它是怎麼配對的呢 它是怎麼找到的 這個配對呢 其實有一些很特殊的因子 其中有一個因子呢 叫做 這是一個日本學者發現的 所以它的這個名字呢 就是很日本式的名字 叫做sugothin 它是一個在正常的 這個情形之下 跟把這個knockout 這個基因呢 給delete掉之後呢 你去看它的這個 有減速分裂 尤其是看減速分裂的第一期 你可以發現說呢 在有這個正常的 這個基因存在之下 的情形之下呢 我剛剛講這個 同源染色體會配對 但是在這個情形之下呢 它的同源染色體呢 雖然也會配對 可是呢 它在分離的過程之中呢 因為呢 它不會去形成這個所謂的 這個卓斯點 就是centromere呢 它並不會綁在一起 所以如果不會綁在一起之後呢 它進行分裂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出現 以下這兩種情況 我們現在看 在正常的情況之下呢 它走向meiosis II的時候呢 因為前面第一個 是同源染色體分離 就是分離成兩個 一個是從母親來 一個是從父親來的 雖然遺體物質已經交換過 第二次分離的時候呢 是這個 這個chromatin system chromatin的分離 所以會分成四個這個 四個dota cell 那這個是指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 基因給knock out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sugoschin 這個基因給knock out之後呢 它本身呢 就不會綁在一起 也就是說 它的這個sister chromatin呢 就不會附著在一起 如果沒有附著在一起之後呢 它在分離的時候 就出現了兩種情況 一種情況呢 是兩個呢 會跑向同一邊 或者是一個呢 跑向一邊 一個跑向另外一邊 因為在分離的時候呢 如果你們有綁在一起的話呢 它的這個分離呢 就不會是 我們剛剛講 equational division 就是等量的分離 它可能會 一個偏向一邊 然後另外一邊都沒有 或者是兩個一起分 所以就會造成一個結果是 有一個呢 會有雙背體 有一個呢 是單背體的情形 所以你最後去看這個情形的話 你會發現說 在正常的情形之下呢 所以你最後去看這個情形的話 你會發現說 在正常的情形之下呢 它是全部呢 都是出現這個四個 四個dota的這個cell的這個情形 在spore裡面啦 但是 如果是 你把這個gene給knock out的話呢 它沒有辦法 在第二個 就減速分離的第二期呢 進行這個 有效的 這個equational division的話呢 它就會出現 有的時候會出現 雙背體有些出現單 有的時候會出現雙背體 有些出現單背體 如果你去看的話呢 它的比例是一半一半 所以這告訴我們說 從這個實驗裡面呢 我們可以推論說 這個gene呢 一定是跟這個分離的時候呢 的control有關 因為如果你把這個gene knock out的話呢 它的分離呢 就不會分出四個 這個單背體的dota cell 而只會分出一些 有的時候會出現單背體 有些出現沒有單背體 而且有時候是沒有 這個染色體的情形 所以這個實驗呢 只是要跟我們講說 在進行這個減速分離的過程之中呢 有很多key component 其中一個是這個基因所調控的 這個調控的基因呢 會去影響到最後分離的結果 好 最後呢 我們就是要講說 剩下最後十分鐘呢 就是要跟大家講說 到底呢 我們為什麼 父親跟母親所生下來的小孩子呢 他長得很像 可是又不完全一樣 就是我剛才一開始講 為什麼是相似而不相同呢 那其中我剛才已經講了一部分是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進行這個所謂的交換 也就是說呢 這個genetic diversity會增高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看說 到底這個演化當中呢 為什麼sexual life 就是有性生殖的這些 進行有性生殖呢 在演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呢 是因為呢 我們呢 需要有mutation 我們都知道說 這個 Darwin的這個演化論裡面呢 最關鍵的兩個因素就是 第一個要mutation 第二個要selection 一定要產生變異 然後呢要產生選擇 產生添責 這樣才能夠讓 合適的生存下來 所以mutation是Darwin的 evolution的theory裡面 非常關鍵的一個步驟 那怎麼樣去產生mutation呢 當然你可以自發的mutation啊 各種方式產生mutation 但是呢如果一個個體的DNA呢 要產生改變的話呢 它有很多種方式 但是最後要進行產生這個 讓這個個體呢 產生各種不同的變異呢 必須要產生一些 在配子形成過程之中呢 有一些基因的交換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是要 怎麼樣能夠在sexual reproduction 進行所謂的allel reshuffle reshuffle 這個shuffle就是像 各位玩撲克牌啊 洗牌這個動作叫shuffle 所以reshuffle就是 把原本的安排好的這個 重新再排列一次 所以呢 在進行sexual selection sexual reproduction 過程之中呢 不同的allel 會進行reshuffle 那這個過程 就是我剛剛前面講 這個crossing over 的genetic交換的一個 很重要的步驟 好 這三個呢 接下來這三個就是 三個可能的magnetism 去contribute在genetic variation 我們說我們的遺傳物質呢 在形成配子的過程中 像形成這個四種不同的dota的精子 的過程當中呢 到底呢 它為什麼四個不同的精子 會產生不一樣 contribute在genetic variation呢 有三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機制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叫independent assomment of chromosome chromosome呢 它會獨立的去做assomment 這個我們待會會講到 然後剛才我們剛才講到說 在同原染色體呢 它會進行基因交換 叫做crossing over 第三個叫做random fertilization 因為不同的配置呢 會選到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 不同distinct的配置呢 會做random的這個combination 所以你也不知道 到底是哪一個精子 會跟哪一個軟結合 所以最後呢 你的這個變異性就會提高 我們待會會來計算 到底變異性有多高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高到你無法想像的 這種combination的程度 最後時間裡面 我們先來看三個這個重要機制 第一個 第一個呢 叫做independent assomment chromosome 它的意思是說呢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在進行減速分裂的這個過程當中呢 會有出現chromosome的配合的現象 那這個chromosome pair呢 它有所謂的orientation 也就是說 今天呢 一個chromosome呢 它可以藍色的面向左邊 紅色面向右邊 可是有兩個chromosome 兩種的時候呢 就有兩個紅色的composome 兩個藍色的composome 可是呢 兩個藍色的composome 跟兩個紅色的composome 呢 不一定要面向頭一邊 所以有所謂orientation的問題 好 我們來看下面這個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數字好了 數字是說 如果一個的情形有這個 兩種選擇 如果你有一個composome 當然就只有 一的是紅色的面對左邊 或者是藍色面對左邊 但是如果你有兩個的話呢 就有兩種選擇 就有四種選擇 所以2的n次方 n就等於這個hyperoid number 如果是人類是23的話 就是2的23次方 所以你可以想像呢 有2乘以2的23次方 也就是大約是8個million 800萬個不同的組合 這是第一個 未造成遺傳變異的原因 叫做 剛才講的叫做 independent assomment of commosome independent就是 23對染色體 它的藍色跟紅色要面對哪一邊呢 是independent決定 它不一定要紅色 大家都面向左邊 也不是所有藍色都面向右邊 而是這個藍色體 它可以紅色面向左邊 也可以紅色面向右邊 然後下一個也可以單獨的 所以它是independent 所以這樣的話呢 就有2乘以2的3次方那種組合 下面這個圖呢 就可以看出來說 我剛剛講裡面 舉的那個例子 就是如果我們現在不要考慮23個 23對 我們考慮2對 2對的話呢 就有兩種possibility 一種的是 藍色都左邊 紅色都右邊 第二種possibility呢 是大的 長的這一個 藍色體呢 藍色在左邊 紅色在右邊 然後呢 小的這個是相反 那這時候呢 如果是這樣子的方式呢 就有兩種可能的情形 四種可能的情形 應該這樣講 在第一種情形之下呢 它在分離的時候呢 我們說 先是同源染色體分離 然後再這個是 這個 chromatin 複製染色體分離 最後產生的結果呢 就是有 藍色 大的藍色小的藍色 大的藍色小的 然後這也是紅色 所以它本身呢 就產生兩個combination 一個是全部都是紅色的 或者一個是全部都是藍色 或全部都是紅色 但是在possibility 2的話呢 因為我說這個 紅色跟藍色 要面對的這個方向 是independent 決定 所以它如果是相反的話呢 就會出現這樣的一個情形 最後的 outcome就是 有這個 長的藍色 短的紅色 這種組合 或者是長的紅色 短的藍色 這另外一種組合 所以total呢 就有這四種不同的combination 換句話說呢 就是因為兩對染色體呢 就可以產生這種 combination的不同性 那你可以想像 如果今天是有23對染色體 那大家就換來換去 所以這個排列組合的結果呢 你可以去用統計 跟機率去計算的話呢 就有我們剛剛講的2乘以2 2乘以10的23 對不起 2的23次方 這麼多種combination 這是第一種方式 會產生遺傳變異 第二種方式 就是我剛剛前面在講 myosis的過程 會產生crossing over 叫做recombinate chromosome 也就是它會產生 染色體的重組 叫做recombinate 這個recombinate呢 就會讓基因產生互換 尤其是我們剛剛講說 在very early的 prophase 1的時候呢 它的homologous chromosome 它pair up 然後產生基因互換 所以這個是第二種原因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有好多種方式 這是第二種方式 會讓這個遺傳的變異性 產生 產生crossing over的現象 好 這文字部分我就不多講 然後我們來用這個圖片呢 來說明什麼叫做crossing over crossing over呢 就是說當兩個 因為我們說在 進行myosis的過程當中呢 它的同源染色體要配對 那本身呢 又有所謂的sister chromatin 那藍色的部分跟紅色部分 我們說它是non-sister的chromatin 那它會進行 所謂形成synapsis啊 交換啊 形成這個cross over cross over結果呢 就會產生 有的這一端呢 就是比較多的 就是紅色跟藍色產生交換 這邊呢 就是紅色跟藍色產生交換 這一個部分是沒有 那所以這四個不同的 這個chromosol呢 最後就產生 1 2 3 4 這四種完全不一樣的dota cell 換句話說你的精子呢 如果是這種cell的話呢 就是全部都是從母親來的chromosol 如果是這種cell呢 就全部從父親來 如果是這兩種呢 就是交換過的 那這一種就是 中間這一段來自父親 頭尾來自母親 那如果第三種就是 中間是來自母親 頭尾是來自父親 這種就是因為crossing over 所產生的結果的變異性 最後一個呢 叫做random fertilization 意思是說呢 當你在進行所謂的fertilization 就是我剛剛講這個 受精作用的時候呢 你不知道你到底是 跟哪一個不同的精子 剛剛講dota cell有四種 那雖然卵在生成的過程中 最後只會形成一個卵 但是最後那個卵是哪一種 也是只有四分之一的可能性 所以在合成的過程之中呢 就會有fuse的時候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選擇性 這個不同的選擇性 又再繼續增加遺傳變異性 所以你把剛才三個可能性 就是剛剛講 independent assonement crossing over 跟random fertilization 全部考慮在一起的話呢 大約有多少呢 有seventy trillion trillion是多少呢 是十的十二次方 所以七十的十二 就是七乘以十的十三次方 這麼多的不同的diploid combination 換句話說 這個就是天文數字 換句話說 這是為什麼不可能有任何一個人 是identical的 因為每個人都是unique的 就是因為在形成配置的過程之中呢 形成核子zygo的過程之中呢 有這麼多種不同的combination 所以呢 如果你一個人可以生七十個trillion的小孩的話 七十個trillion應該是不一樣的才對 因為by definition呢 它的機率是非常非常低 你會生出一模一樣的identical 除非是twin 所以呢 這一點就可以告訴我們說 這三種理由呢 可以告訴我們說 為什麼每一個zygo呢 是一個unique的genetic identity 就是各位每一個人都是一個 遺傳上的一個unique的個體 就是這個原因 好 那我們剛剛前面講過說呢 這個evolution呢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genetic variation呢 在pubulation會改變 所以它是一個evolution 一個重要的一個concept 那這一張呢 我基本上呢 就是要跟大家講這個 meiosis的一個重要性 最後要跟大家講 meiosis為什麼可以create每個人 是一個genetic identity 那如果你知道這一張的話呢 你應該會 對下面這些 you should be able to know呢 有一些了解 好 我的上課就到這邊 好 我的上課就到這邊 好 好